我们河南这又是怎么了 在前几天河南抗旱 不过在最近一个星期左右了 又开始抗红了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哥 今天呢 三诺雷哥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在我们河南商丘 从昨天晚上又突然 下起了大暴雨 基本上一天一个晚上了 一直都在下 来咱们把镜头给大家切换一下 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我们河南农村 下暴雨的真实的一个场景 河南到底是怎么了呀 到底是怎么了 前几天我们高温到41度到42度都会有的 地表的温度基本上都会达到60多度 甚至70度的都会有 但是呢 在最近一个星期多来 又下起了大暴雨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都下着暴雨 一天一晚上了 我们河南到底是怎么了 在我刷视频的时候呢 在我们河南部分地区 又开始抗洪了 朋友们 尤其是在我们农村 一些农民更加的不容易 刚种植出来的玉米 种植出来的花生 又被这场雨给糟蹋了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我们这个路还是原本的水泥路 往那边看 也是同样如此啊 有水有泥 正儿八经的水泥路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近距离的咱们看一看 这个水淌的也是比较快 是不是朋友们 而在我脚下呢 也存了有这么多 也存了 我们这边看的水淌的水淌的水淌 但是不想烫 我们先看到我们的水淌 在我脚下呢 对不过水淌 来说吧 我们的水淌 还有我们的水淌 还给我们的水淌 紧出了 如果我们再来到水淌 我们能够加水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